心佛为根 悟性为本 今天看了两条新闻 一条是关于朝鲜的 六十年未遇的大干旱 已经有两万人死亡 还有一条新闻 是一个难民传 从澳大利亚海军在救他们时 拍的照片看 因为海军的海军 海浪太大 整个船被水弄翻了 大概有一百七八十人 全部是妇女和孩子 在水中挣扎 大家想想看 现在还叫不叫末法时期 每一个人都在想今后 但是真正能想到今后的 完全能明白今后的意义的 有几个人 所以学佛要学心 念经要在心中筑起一道佛墙 这道佛墙就是让你能够避开人间的一切灾难和烦恼 那么菩萨为什么在人间能够摆脱烦恼呢 用现代话讲 因为菩萨身上有这么一堵防火墙 师父今天跟你们讲 我们学习无为法 就是要学习欢喜心的基础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 人都要有欢喜心 学佛要学得开心 如果学佛学的烦恼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人学佛就有问题了 有了欢喜心 我们才能修成佛 师父跟大家讲一句话 慈悲喜舍 对不对 这些佛法上经常讲的语句 实际上 用在现实生活中 非常不容易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让你欢喜 你是欢喜不出来的 当你在恨人家的时候 让你有慈悲心 你也慈悲不出来 实际上 要知道每个人 在法界当中 都是无所作为的 用现代话讲 就是我没有什么 我在人间 我做不了什么 不要以为 自己今天能做这个 明天能做那个 实际上 能够认为 自己无所作为 什么都没有的人 这个人 就开始有悟性了 把自己看得 更高我慢 天天贪明 贪财 贪力等等 贪嗔痴慢疑 这些所有的意念 就是离开你的悟性 越来越远 真正学佛的人 必须要放下自己 必须要开悟 慈悲喜舍 就是你开悟的源泉 一个人必须要开悟 所以我们佛法说 一生一世 你要了悟啊 了悟是什么 就是你能不能够了解和开悟 你能不能够了脱和开悟 你能不能够了却生死 然后开悟 然后开悟 真正有悟性的人 他是具有佛菩萨的智慧 但是 有小开悟 也有大开悟 小开悟 是运用人间的一些聪明 加上学到的一些佛菩萨的小智慧 他来开悟 是某个局部的开悟 而不是真正的开悟 真正的开悟 是了解他 了却解决了 然后才能开悟 大家想一想 我们一生一世 我们能够做多少事情 我们有什么可以作为的 我们的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自己的贪沉吃卖遗 只不过又增加了一些业障而已 所以 真正学佛的人 一定要先克服自己的谈沉吃 否则 你就不要去谈开悟 很简单的佛法 很简单的道理 但是 要想在人间 把它完全融会贯通在你的生活中 在你的行为上 在你的思维上 那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累世的业障 已经让我们不能接受一些干净的东西 我们贪的东西 已经让我们把好的东西 弃之于门外 因为我们心里已经注满了贪沉吃 所以 菩萨好的智慧 就很难再进入你的心房 这就是 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人 突然之间就傻掉了 而有些人 马上就会 有智慧 有办法 来解决这些问题 你们能解决 生活上的问题吗 你们不能 你们碰到事情了 你们马上想到的 就是对着这个事情 直接的反应 而不是站得高 看得远 用一种佛的境界 来看这个事情 师父跟你们举个简单例子 一个小孩子 在学校里 不当心 做错一件事情了 他一下子傻了 接下来 老师要去告诉家长了 对不对 而家长 就算听到了这个事情 也知道孩子还小 因为他不懂事情 他才会这样的 家长的境界 比孩子高 所以 家长就不会 像孩子一样冲动 做出一些 失去理智的事情 真正懂得佛法的人 是一个具有 佛菩萨境界的人 而我们在人间 天天嘴上说 学佛 学菩萨 你跟菩萨接近了多少 你跟佛 又能够靠近多少 你们像不像菩萨 你们像不像佛 所以 一举一动 一个思维出来 都必须要正 叫正思维 没有正的思维 就影响你的行为 正思维 可以让你得到正行为 你的语言出来 如果带有一种纯洁性 如果带有 佛菩萨的智慧 来跟大家结缘 你会得到一种 正的思维 和正的行为的反馈 如果你带有 任何目的的 去红法 去救度众生 那你得到的 只是福报而已 是人间的福报 师父跟大家讲 不用正念 正法 正道 正实 去去除 自己的偏心 偏想 偏思 偏念 他得不到 真正的力量 而佛光 就是我们的力量 因为你心中 有杂念 就算你 闪出去的光 是一百 你得回来的 最多是五十 因为你心中 有杂念 那百分之五十 就增加了 你的业障 人家说 徒增业障 所以 叫你们去跟人家 说法 红法的时候 绝对要干净 要用菩萨的思维 住在脑子里 然后 才能把 菩萨的思维 传递到 人的心里 要把世间的一切 都视为 对你在人间的考验 你们做得到吗 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你今天 在人间行的是菩萨道 你用不着担心 死后到中阴身 你也用不着担心 走的时候下去 师父看见了 很多人下去 灵魂一离开肉体 先被黑白无常带走 如果你有修 你可以直接上天 因为你在人间行的 都是菩萨道 如果你在人间 行的是畜生道 对不起 把你拖走的时候 是带有钩子的 那些铁棍啊 耙子啊 把你勾下去的 如果你在人间 已经不好不坏 没有做好事 也没有做坏事 你下辈子 还是投人 说明你在人间 做人还不错 你在人间做的 像个人样 所以在人间 这个道当中 实际上 已经勾勒出一幅 六道轮回的景象 看看我们在人间 所有的景象 你就知道 你今后将来的去向 真正的修 真正的修 一定是从内往外修 而不是从外往内修 因为内是主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一个人修得好 修得坏 不是靠外界的影响力 而是靠你内心的本性 和你所染成 来决定你最后到底投哪个道 所以 师父叫你们 把人间的一切 都作为是 对你心灵的考试 每一件事情发生了 就是对你本人的 一种考验 你这个人 到底能不能做菩萨 你对这个事情的理解 和处理 是用菩萨的思维 来处理这件事情 还是用人的思维 来处理这件事情 还是用鬼的思维 来处理这些问题 这就是对人的考验 对某一件事情的考验 实际上 是对你修心后 能否运用到 实际生活中的 一个考验 所以 你只要能够 超越你所碰到的 困难和烦恼 用现代白话来讲 你就是越过了 一座大山 你越过了 一个障碍 你越过了 你心里的一个障碍 你会得到更多 你会站得更高 看得更远 你在钱上过不了关 你还是有所贪 有所求 你今天在钱方面 过不了关 你心中业障贫生 大家要记住 师父看天上的莲花 和看在人心中的业障 它是截然不同 如果是业障 它是由黑影 越来越大 如果师父看出 你的身体 有70%的黑影 那么这个时候 由这些黑影 就会孵化出 更多的阴影 也就是说 随着你的业障的身重 没有去除 会越来越加深 师父看很多人的业障 本来是从50%开始黑的 但是慢慢到了60% 70% 大家明白吗 大家看看 有人在宣纸上写毛笔字 莫汁很浓 一写上 莫汁马上就散开了 你们的业障 如果是这点黑的 你们散出来 一定有莫汁这么重 这么深 所以 这个就是 你们的因果效应 这也叫 业障的效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